我被这件事才感动 那你就在瞎讲鬼子 你墙头草了你 你干嘛要叫皮皮小钱啊 三个中年男子因为一幅画而炒翻天 过程中笑料不断 国头剧场找来黄金阵容 曲中横 曾国成 普学亮 全是法国经典好戏 由曾国成饰演唯唯诺诺的墙头草 而普学亮挑战尺度 演出脾气大爆走角色 曲中横则是诠释心思细腻 却成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演那个这样子被欺负的 修气包 这个角色不好演 后来演这样的比较霸道 意见领袖的角色 我觉得蛮过瘾的 特别可以在戏里面不断地骂产生 觉得我自己有所谓的能力 去鉴赏一个画 或者鉴赏一个艺术品的时候 我很想分享给他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 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要不然就是你现在厉害了 由法国女剧作家编写的剧本 Alt蜂蜜全球将近50个国家 不断被搬上舞台 造成轰动 从一件艺术品出发 三个好朋友针锋相对 他们挑战彼此的价值观 编织出细致复杂的人性 充满了争辩与欢笑 却处处发人省思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友谊 三个人就因为这张画 他们的友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中间过程非常非常感人 然后里面的这个词汇非常好笑 所以两个小时 这些从头到尾 从头笑到尾 两个小时从头笑到尾 然后到后面呢 你会发现到 到底艺术有价值 还是友谊有价值 有城有亮有中恒 Alt票房藏红 国陀剧场2003年改编后首演 同样引起轰动 2016年到2018年也不断加演 如今时隔三年 再度于5到7月之间 全台巡回演出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千万别错过 人间卫视黎如蔡一辉 台北蔡凤岛